为什么你会加入网络教育商机呢? 这个video我就让你知道了 OK 所以大家好,我是Shawn 所以在这个video里面我会让你知道 为什么我会加入online education或者是网络教育 首先,还没有开始之前 让你知道我的背景是什么 我20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做engineer 就是好像design水沟啦 他的water pipe那一种东西 我注意到我20岁做工的时候 我注意到我自己用工都好 那个薪水是那一样两千块 我打工三年啊,我的薪水都没有increase的我 OK 所以这样子的话,我觉得OK,我不要打工了 还是继续打工,可是要找额外的收入 所以额外的收入呢,我去做什么东西呢? 那时候呢,iPhone4刚刚launch而已 iPhone4刚刚launch 我也是很喜欢Apple的喔 我的第一架iPhone就是iPhone4 然后我看了那个iPhone,哇很漂亮喔 我也是,可是我也是要保护它的嘛 所以我去看,我去买case喔 我买它的phone case 我也是打算,如果这样子的话呢,why not 我卖电话壳 然后我就进入了那个online e-commerce 卖电话壳 iPhone case 也是卖iPad case MacBook的东西也有卖 我是喜欢Apple的 OK 开始的时候不错啊 一个月啊,两万是没问题的 OK,but 那就是分别咯 打工跟做生意的分别就这样子咯 我打工呢,每一天去上班 下午晚上回来,上班回来,上班回来 上班回来这样子的 两千块,三千块这样子 but如果是做自己的生意的话呢 无论什么生意都好啦 如果你做到对的话 一个月两三万是没问题的 OK,so那时候是大概两万 but over time 我遇到的问题就是 越来越多人也是开始卖电话壳了 不只是我一个人喔 那时候我是Pioneer 越来越多人卖电话壳 then after that 我就觉得不可以做了啦 以前可以赚两万喔 现在只是可以赚那个 两千或者两百块吧 好的 then我就觉得不要做了啦 那时候我的父母亲也跟我讲 你去try property啦 property可以赚很多钱的 你close一个case 他的commission几百钱的 OK,随便 so我上了两天的课 then加入了一个agency呢 我没有想到 他还没有卖之前 你要打广告的 你要上property guru啦 什么都好啊 你要打广告喔 那时候我们又要上课喔 总共打广告跟上课啊 我们的费啊已经花了十千 一万 这是我们自己存到的钱啊 then but也是没有什么closed out case啊 因为 在六个月的时间 在property里面 我们赚的钱六百块吧 OK 所以如果你是在property啊 我最好的advice 找一个很好的 找一个好的agency 他有系统的 以前我们加入的是没有系统的 你要做什么你做 你要做什么你做 一定要有系统 OK so afterproperty了过后呢 我们property有一个朋友 他是recommend我们说 你做insurance啊 卖保险哦 保险很好的哦 什么 随便啊 try咯 没有try吗 不知道吗 try了过后呢 其实我们很相信保险了啦 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接受保险 保险呢 就是好像你保护自己咯 你买一个保单 如果去世了过后 你的家庭是没问题的 有人有钱照顾的 不是每一个人接受啊 没有人是想我要死的 那些接受保险的 这个又另外一个问题了 他们是已经有agent了的 接受保险的已经有agent了 他们的agent 是已经跟他们10年 15年 20年 30年都有 所以我们刚刚加入的怎么办 也是进不到 进不到市场 比较难 3年啦 可是我们做insurance了3年 ok but很辛苦 我们的朋友也有 unfriend我们 我们的家庭也是没有跟我们讲话了啦 很辛苦一下 then after that 我自己本身我就进了 什么 我就进grab car咯 ok 我进grab car grab car driver taxi driver ok不错 一个星期 1600 没问题 一个月 6000 ok 越来越多人家grab car的时候 是吗 我那个1600 就 变成800块吧 ok 50% off 不值得 可是没有变 因为需要养家 我有老婆 有两个孩子 需要养到家庭 没有变 ok 所以有一天呢 我们收到一个phone call咯 你相信教育没有 当然相信教育嘛 这样子的话呢 我有一个很好的系统给你去看 有一个很好的生意给你去看 这是我的老婆的表妹 打电话给我们啦 所以我们看了过后 我们看到了一个东西呢 第一就是一个生意 可以帮到孩子的我轻松学习 以前我们读书是需要既久读书 如果你是很用功的 需要应该是两三个小时 如果你是很聪明的 应该是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罢了 ok 所以我是很用功的啦 两三个小时 经过我们的这个系统 孩子只需要二十三十分钟罢了 ok 可以帮到孩子 接下来可以帮到家长 家长 他们的每一个月的补习费 学费算四五百块 有些是算一千块的 可是我们的系统可以让他们减轻负担 Instead of一个月 整几百块 几千块 我们的一个月给他们几十块钱而已 这样子我觉得可以帮到家庭还不错啊 then at the same time 也是可以帮到我们赚取我们要的收入 因为我们要养家嘛 有孩子要照顾嘛 不只是我们 又可以帮到别人 好像如果是有谁要找 如果是有谁要找额外的收入的话呢 我们也是可以帮到他 ok so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看到 我们都看到咯 可以做的咯 我们就开始啦 我们就决定 start up我们的online education的business 所以呢 开始了过后呢 我们的第一个月 for your information 我们是没有做教育行业的背景 ok 好像我刚才讲的 根本都是没有做过教育的 所以没有经验 没有知识 没有信心 什么都没有 可是我们看到一个东西 我们有眼光 我们是看到是可以做的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开始一步一步的跟着公司的系统去做 step one step two step three 那我没有想到呢 第一个月里面只是跟系统而已 这是我们的收入 已经超过了五千块 在第一个月里面 第三个月呢 我们就开始赚我们的五位数的收入了 那在十个月里面呢 我们也是成为公司的ambassador 在一年的时间呢 已经超过六位数了的 这些呢 都是因为我们做了一个决定开始而已 ok so one of the advantage 我觉得啦 很轻松啦 compare to以前我所做的事哦 教育其实很轻松 很简单一下的 那个competition也是很低 OK competition很低 没有什么人在那边卖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人在外面做的 很多人都很喜欢 grap car poperty insurance 美容 house cocare 很多人都在做这个 可是真正在做教育的有几个 that's why 我们可以在那么短的时间呢 达到我们的目标 那今天呢 今天呢 就是我们有一群online education entrepreneur 我们也是有support他们 也是有给training 教他们如何一步一步的 赚取他们要的收入 有些伙伴哦 刚刚加入啊 两三千块 有些是在两个星期 六千块都有 有些是一个月里面 一万以上都有 ok 只是看你要的收入是多少而已 所以如果你在找这个东西 ok你要创业 你要开始 你要start一个business的时候呢 why not 你可以做网络教育上进 如果你需要我们的帮忙 你需要我们的support 你要我们的training 来教你step by step 怎样开始的话呢 很简单 在description下面是吗 我们有一个link给你去apply的 ok 你可以apply 我们收到你的资料了过后 我们就move你next 我们就会通知你了 ok 一个月整 一个月里面 我们可以收到整个一两百个 一两百个人apply的啦 所以如果你要快的话 马上apply就可以了啦 这个video呢 就是让你来知道 哎 为什么你会加入网络教育上级呢 为什么你会在vschool vkids trend 开始你的生意 ok 因为可以绑到学生 可以绑到家庭 也是可以绑到自己 也是可以绑到别人 其实我们全部都是win 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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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的 ok anyway 我是Sean 如果你需要我们的帮忙 你也是要创业 你也是要开始你的online education business的话 你只需要在link 在description下面 video下面有一个link 给你去apply的 ok ok 这样子的话 我是Sean 我们在下一个video见面 拜拜